在这个创作内容的页面上 如果用户没有在标题 还有正文里面输入内容 我们可以去把这个保存与发布按钮 变成禁用的状态 在保存或者是发布内容的时候 我们可以去用一下 这个按钮的加载状态 在这个页面的视图的上面 我们可以去找到 这个保存与发布内容用的 这个按钮 添加一个disable的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呢 如果是true的话 按钮呢就会变成一个禁用的状态 给它绑定一个数据 Entity里面 如果没有Title的值 或者Entity里面没有Content的值 这样这个disable的属性的值呢 就会是true 在这个按钮的上面 我们再添加一个loading这个属性 它的值如果是true的话 按钮呢就会变成加载状态 在按钮的上面呢 会显示一个加载的小图标 它的值我们可以绑定一个数据 名字可以是isloading 再打开这个页面的逻辑文件 在页面的数据里面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isloading Volue我们可以让它等于false 然后找到保存发布内容按钮的这个事件处理 一开始我们可以去把这个页面上的isloading这个数据的值 设置成true 这样按钮会进入一个加载的状态 请求完成以后 会调用complete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添加一个这样的方法 然后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把页面上的isloading的值 设置成false 这样不管请求成不成功 请求只要是完成了 我们就可以去掉按钮上面的加载状态 再去试一下 现在模仁页面上的这个按钮的状态是一个禁用的状态 输入一个标题 再输入一个正文 现在按钮会变成一个正常的状态 按一下发布 按钮会进入加载状态 请求完成以后 会去掉按钮上面的载入状态